队长 这个是投票结果 第一名豹子 十二票 第二名步枪 十票 国王 勇士 暴风都得了七票 并列第三名 前两个名额可以定下了 这第三名嘛 这三条犬呢 票数都一样 也都没过半数 队长 我看他们是不是 重新再投一轮了 政委 既然票数一样 可以参照犬的立功表现吗 我们暴风可是刚刚立了个三等功 暴风的特长是追踪 这一点跟豹子重了 那就让国王上 他的综合实力比其他两条犬都强 根据数据看 步枪比他的更好 政委 我看不够写了 这名额肯定就是我们勇士的了 勇士的弱点就是嗅觉 所以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一个敏锐的鼻子 小苏 你有什么想法 队长 我想推选一支没有入围的军犬 哪支 三中队 涛涛 训导员 熊熊 我反对 这只犬刚刚做完手术 到现在还没恢复呢 我也反对 伤得那么重 就连恢复正常训练都是问题 苏庆 说说理由 涛涛继承了八一的优良血统 手术以后 身体各部分机能恢复良好 在小米牺牲的情况下 她是全军犬大队 嗅觉最为灵敏的军犬 那心理阴影问题怎么解决啊 你可记得啊 飞火可是咱们全训练队 最优秀的军犬 她受伤的时候 腿伤很快就恢复了 可是今天头呢 全废了 不到四岁就直接退役了 其实我们在座的都知道 人和犬是一样的 经历过生死的犬 往往有着更为坚强的意志 滔滔术后当天就撤了止疼棒 三天下地 七天就能坚持走路 她具有这样的品质 殉导员熊熊 经历失去了犬和战友的痛苦 她更加珍惜今天的每一次机会 意志顽强 绝不放弃 高手过招 拼到最后靠的不是技术 而是意志 也唯有意志 才是在拼命中生存的根本 我可以向军权队党委立下军令状 一个月之内 我和熊熊一起在滔滔训练 保证达到各项指标 恢复到数前最佳水平 这样的军令状我也可以立 好了 不争了 这最后一个名额 谁恢复得好 谁上 郑伟 你说呢 我同意 听到个醒事 结果出来了 快说啊 快说啊 最后定了哪三条犬 对 这第一啊 就是霍东的暴攒 那还有呢 这第二啊 自认是咱们老郭的步枪 等会儿先别紧 第三条了 这第三啊 上面说了 只要涛涛恢复得好 那就是老熊的涛涛 你 您确定是真的吗 千证万确啊 我们的中队长就为了涛涛 跟党委都立了军令状了 老金 听见没有 三条军权有两条是老三连的 您好 您好 您见到我们三中队中队长苏青了吗 没有 没看见 谢谢 不客气 熊熊 中队长 中队长 我想问您一件事 说 您觉得 一个棋手会让受伤的马参加比赛吗 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知道参加军权比赛 对一只犬意味着什么吗 我认为 生命比荣誉更重要 我不能让涛涛冒着这个险 你不能是都不是 就剥夺一只犬成为犬王的机会 我根本就没想让它尝为什么 我就想让它健康快乐就够了 你了解它的身体状况 可你未必清楚它的渴望 作为它的训导员 我相信我比你更了解它渴望什么 那倒未必 跟我来 是 它的身体条件比预想中要好得多 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它能恢复以前的正常训练 作为一名训导员 低估自己的权 比低估自己更要命 你知道他现在在渴望什么吗 他在渴望归队 其实当年武强也入围了代表队 只差三天 他们就能登上军犬大赛的比武场 那场战斗改变了一切 这是他永远的遗憾 现在你可以帮他们去弥补 难道你要放弃这个机会 而且对于滔滔来说 经过大赛的锤炼 重新证明自己 将会帮他克服心理上的阴影 受益终生啊 终队长 我明白你意思了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训练 你说呢 清澈坚定 能将一切变得纯净 你知道有一种聆听 牵动着你的神经 感受到与你的距离 有种感情叫做动 有种心动叫做灯 有种默契 好看 有种心动叫做法 有种快乐叫做灯 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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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种分离叫做痛 就在那一刻 世界安静了 你不是我的朋友 你是另一个我 就在那一刻 世界安静了 你是我的朋友 是另一个我 武强 你看到了吗 你的朋友熊熊是好亮的 我相信他一定会在这次军犬大赛上 弥补你的遗憾 有种心动叫做的 有种默契 有种心 叫做重 有种信任 叫做重 有种快乐 叫做风 有种分离 叫做痛 就在那一刻 世界安静了 你不是我的朋友 你是另一个我 就在那一刻 世界安静了 你是我的朋友 你是另一个我 就在那一刻 世界安静了 世界安静了 你不是我的朋友 你是我的朋友 是另一个我 咱那次会餐啊 世界开桌后的晚餐得了 你别想说 哎 酒来了 哎呀 跟这好手袋说的 你能问问点 一人一瓶 多一瓶都给拉 快拉快拉快拉快来 我给你们说啊 今儿这顿饭呢 就当给老谢送行了 待会儿啊 都来几句好听的 也哭丧着脸啊 特别是你 这酒都摆上了 咋没动啊 咋挺硬啊 这侠何姐送老谢 挺下血本啊 行 你咋来了 我打电话 退伍报告 你写的是吧 拿回去 我跟你们领导都说过了 这个 算你没写 收着吧 哎 白纸黑字 泼出去的水 没法说 还没当过兵 可知道啥叫逃兵 镇上人都说了 男人干啥都不能当逃兵 咱丢不起这人 我不是逃兵 我是不愿意浪费时间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 哎 高副队长说了 可以给你休假 你想去哪儿 我陪你去 好吗 可就是 不能脱下这身衣服 回家 哎 听见没有 小刘这话说的在理啊 我呢 虽说在部队 已经呆了半辈子了 这身军章呢 往身上穿呢 那特别容易 往下扒可就不容易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身军章呢 已经穿到我们心上了 老谢 最近这段时间你总绷着 我们大家呢 也都替你担心 替你难过 正好借这个机会 你跟嫂子 两个人出去转一转 旅旅游 散散心 等你回来之后 还是想复原的话 那我们也不拦着 虽然我们心里都希望 你能坚持 但坚不坚持 你都是我们兄弟 再说了 那是你自己的事 老谢 别忘了我跟你说过 我不会落在你后面 你也别落在我后面 出去度度假 等等 这瓶归暗 我们散散步啊 每天必须出来散步 我们散散步啊 每天必须出来散步 先不然光吃不动会可不行 哎 哎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来 咱们给龚勋传 敬礼 敬礼 好 丫头啊 看到没有 肯定敬礼呢 一臂 好了 打球去吧 走 把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会儿打篮球 咱就回去吃药 来 好 开饭喽 开饭喽 开饭 你 好 慢慢吃啊 这下老实了吧 老陆 不服老陆行 你还以为你是年轻的时候啊 我怎么乱跳的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好了吧 这腿是落伤哪儿去不了了吧 你 在八月十七号的抓捕行动中 共抓捕犯罪嫌疑人四名 喜获毒资一百零五万 其中 有一个绰号叫老虞的犯罪嫌疑人交代 每一个月 都会有大量的毒品 顺利通过轻债边境检查站 一开始呢 我们怀疑在内部出现了问题 可几轮调查下来 没有发现任何毒质行为 而且 在加强检查站的监察力度之后 我们也没有发现什么 省厅已经把这个案子 列为一号毒板案件 成立了817专案组 目前根据我们掌握的线索表明 有个神秘的上线躲在边境附近 控制着整个制毒 运毒 消毒的过程 这个上线很有可能 就是从怒山逃走的犯罪嫌疑人 白疯 今天我们来到军权队 也是想借助咱们军权队的力量 找到这祸毒贩 藏毒孕毒的方式方法 斩断这颗毒瘤 打击贩毒 还山区以安宁 我们择无旁贷 我们择无旁贷 你这是去哪儿了呀 你去哪儿立打个招呼呀 不打招呼就能随随便便乱跑啊 你这想气死我还是想急死我呀 老冯 老冯 干嘛去 这光光张张咋的了 今天这不是天气好吗 我就带八一出来晒会儿太阳 晒完太阳之后呢 我又看人家打篮球 我说再看会儿打篮球吧 打完篮球之后 我说这时间差不多 该回去吃药了 我就把他牵回去 牵回去 我这不就给他准备药吗 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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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八一找不见了 八一找不见 那么大一条犬 说不见就不见了 你找了吗 能去哪儿啊他 是啊 该找的地方我都找过来 你说他能去哪儿 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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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滔滔不能没有娘 八一 八一 在哪儿呢 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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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 我那边找过了没有 八一 那饼子不是只让你吃饭的 还有呢 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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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了你 你打个招呼啊 你告我一下 这不把我急死了是吧 八一 我知道你老了 你老了我也老了呀 我持不住我持不住你这样 你就吓我了 八一 你走你打个招呼对不对 你告诉我什么我要去哪儿干什么 我知道嘛 是不是 你说我给你弄个药 你转头你就走了 你往哪儿走吧你 你吓唬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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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一 我知道你跟我斗着玩的 你 今天我看他心情不错 我也给他吃了半个饼 按照平时我不给他吃平子 是不是 他吃了半个饼子还想吃 我说你 晚上再吃慢慢吃 老夫 你 大家伙都在找八一呢 你心里都别急行不行 你别没等找到八一 你先垮了休息了 老夫 八一 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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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一 妄忍 组icle 禁食 李 彌人 我 培养 陆戾 一 我 老夫 云淡风轻 是归途中最美的心情 你的眼睛 点燃了现实和梦境 云淡风轻 下个轮回是否能记起 你的身影 和那淡定的标题 好 师傅 去这儿吧 好 师傅 这钱你拿点谢谢啊 不拿药 谢谢不拿药 谢谢 回去办哪儿开啊 高副队 八姨找到没有 老傅呢 我去看看 老傅 今天让他心情不错 我给他吃了半个 我知道 我说你先吃半个 是吧 还有呢 我带他看着打篮球 老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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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强一点老傅 好不好 老傅 我告诉你 军犬队百十号人百十条犬 全都出动了 地方公安也在配合我们 全力找吧一定会找到 我们都在呢老傅 别自责别自责好不好 天气不错 我带打篮也是 是吧 我说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回去吧 打针了是不是 老傅 老傅 老傅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不说了不说了 我没有不理他 不管你老傅 不管你别说 他出不去了 他腿下腿里边走不动了 但我觉得他可能是出来了 他丢不了 我们都在呢 老傅 你怎么觉得 老傅 你才不敢说 老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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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久违的龙飞连长出现在八一的视线中 他就想见到了亲人 可是他不明白 龙飞连长为什么看都不看他一眼 就好像他不存在一样 龙飞连长出现在八一的视线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知道有一双眼睛 像一切变得纯净 你知道有一种聆听 牵动着你的神经 感受到与你的距离 有种感情叫做灯 有种心动叫做灯 有种默契叫做忠 有种快乐叫做疯 有种快乐叫做疯 就在那一双眼睛 就在那一刻 你不是我的朋友 你是另一个我 就在那一双眼睛 八一他用尊眼睛 八一他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 跋涉了八十公里 从军权队回到了三连 因为他很清楚 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他要回到三连 三连有他的目的 三连有他的目的 有他的战友 有种默契 三连才是他的归宿 有种信任叫做虫 有种快乐叫做疯 有种快乐叫做疯 就在那一刻 世界安静了 你不是我的朋友 你是另一个我 就在那一刻 世界安静了 你是我的朋友 是另一个我 就在那一刻 世界安静了 你不是我的朋友 你是另一个我 就在那一刻 世界安静了 就在那一刻 你是我的朋友 是另一个我 是另一个我 中国塔尔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情最篤定 天不要明 倾听等待的心跳声 勇敢着的真心情 是迷途中最亮的心 照亮了未来和曾经 支撑着每一段路前行 生命中所有拥抱和相遇 云淡风轻 是归途中最美的心情 你的眼睛 点燃了现实和梦境 云淡风轻 下个轮回是否能记起 你的声音和那淡定的表情 是迷途中最亮的心 是迷途中最亮的心 等着每一段路前行 生命中所有拥抱和相遇 云淡风轻 是归途中最美的心情 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 点燃了现实和梦境 云淡风轻 下个轮回是否能记起 你的声音 和那淡定的表情 飛鞋 然后会吁点燃 这chain 整阮 尽舍 取舍 尽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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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副 你是老兵 你得坚强 做个表率 归队 立正 目标地 三连军权目的 降错转 切报 走 开门 冷醒 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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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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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这些老军犬 会更加开心的 想法倒是不错 但是编制和资金都是问题 不好解决啊 大家伯都很清楚 他为什么刺激成这样 我就在想 如果把我们三连这个老银盘 真的建立成一个安置所的话 让他在这工作 会不会对他的康复有何处 你的建议 你的建议我会考虑 不过这份工作不适合他 我和林果 我和林果现在正在给他找最好的医生 不过需要时间 高副队长 高副队长 我是老三连出去的最后一茬兵 我只是希望 对老三连做点事情 所以 说 我想向更高级别的领导 汇报这件事情 您想预约机会吗 我只是希望 您给我提供这个机会 因为一个基层的老病 更有说服力 希望您披着 以后再说